今天呢是2021年的6月2日 欢迎收听打不死的阿强 我是Nobody 那最近真的是疫情越来越严重啊 像是台湾的状况 之前是防疫模范生 现在变成Times杂志都要谴责我们了呀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议题啊 就是也是我自己写的文章 然后里面也有提到一些防疫一点点 那今天讨论的议题是什么呢 性别优势 女性领导人更会解决问题吗 事情是这样子的 在美国财经杂志复比式上面 在2020年的4月份报导 标题写下说 防疫有成的国家都是由女性所领导 像是德国、纽西兰、挪威、芬兰、丹麦 等地方的领导人都是女性 那就有个问题啦 难道女性领导人真的比男性领导人更加的优秀吗 女性领导人啊 真的有性别优势吗 这成为大众探讨的热门话题呢 在西北大学 有个叫Alice Alice的教授和同事们研究性别与领导力风格的时候发现了 有令人幸福的科学证据 幸福就是相信 还有服从就是佩服 相信佩服 不是那个我感到很幸福很快的那个幸福哦 有令人很幸福的科学证据显示出啊 女性领导人在沟通愿景的时候更有效率 并且啊 她会以更有弹性与创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呢 这份研究显示说 女性领导人比起男性领导人来说 更在意人际关系 这也正是女性领导人的成功因素之一啊 有点吃螺丝 不过这就是乐趣所在了对吧 例如女性领导人呢 会运用包含尊重 倾听 等柔性的技巧 但是男性领导人呢 他会怎样呢 多半根据实际表现来给予奖成 比较一板一眼啊 这样子 因此呢 女性领导人的领导呢 他的领导优势在于柔弱胜刚强啊 这个小标 柔弱胜刚强是我下的呢 这是给对方相同程度的同理心 让部署感受到愿意追随 并且值得信任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哦 此外呢 男性领导人 不太专注于培养其他的人才 比较关心自己的升迁 而女性领导人呢 大部分就比较愿意花时间在授权跟指导部署上面 就是女生比较愿意花时间在其他人上面 男生呢 比较愿意花时间在精进自己上面 男生比较理性 女生比较感性嘛 那么女性领导人是因为柔性的性别优势 因此较为成功的吗 研究指出呢 女性领导人比男性更称职 其实是因为女性要成为领导人 往往比男性更加困难 受到的磨练也比男性更加严峻 这才是使他们成为更为优秀的领导人的原因啊 因此呢 如果领导人啊 有性别优势可言的话呢 优势者绝对是男性 根据美国商业杂志 财富杂志 一项分析显示呢 在一百大企业的执行长中呢 只有6%是女性的执行长哦 而且啊 这些女性的执行长 比同职位的男性执行长 多花了30%的时间才登上高位 因此呢 这些女性的执行长呢 平均年龄比同职位的男性执行长 多了4岁 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说啊 你是女生 你不要太有成就 要不然没有人会敢娶你啊 就是这样子的缘故啊 因为女生他要有 很有成就的话 就必须比男生多花更多倍的时间 加倍去努力才可以啊 如果女性领导人呢 真的比男性领导人更加优秀的话 为什么在各个职业中 仍然是男性领导人的人数 远远超过女性领导人呢 答案是 女性领导人之所以能够担任领导人 往往是因为他们更难成为领导人 他们要面对及克服的困难 比男性更多 所以人数远远不及男性啊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啊 新闻分享了讲完了 那你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给我个互动吧 这是我第一次经营这个网路广播平台 就是全球很火红的这个平台 那目前没有什么收听人数 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那我现在录的声音 大部分都是环境音啊 像刚刚有电话的声音啊 我想说这是很自然的声音 也蛮特别的 所以就不打算剪掉啦 那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叫做打不死的阿强 我叫做Nobody 为什么叫Nobody呢 因为有一首歌 他的歌词里面有 Nobody nobody but you 会唱的人可以唱唱看 所以Nobody其实还蛮好的 嗯 今天废话说的有点多了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喽